上期我们发现即使没有排水渠 拓海依然可以获得比赛胜利 本期就是第一季大结局 大家好我是全书 暑假结束之后大家回到学校 阿树跟同学吹嘘着跑山路的事情 拓海则开始了关于飙车手的思考 开学典礼那天下树有叫拓海上天台 从对话的过程中可以看出 拓海有些心不在焉 晚上有人给拓海送来了鲜花盒挑战书 这是来自高桥梁界的挑战书 下周六秋明山 晚上十点下山赛 大家真的很喜欢在这个点比赛 隔天下树约了拓海出去玩 拓海依然是心不在焉 在下树的追问之下 拓海说出了自己要比赛的事情 他内心是想比的 只不过他这时一直在纠结 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飙车手 另外那天他们两个又在车里聊天 下树说他知道了 拓海当初打学长是为了自己 他为那时的误解而抱歉 接着下树就吻了拓海 这时请先关闭我们脑中的一路向北 单看画面还是很美好的 晚上回去时他们碰巧被兼饿看到 隔天拓海依然打不起精神 阿树将这个情况告诉持股他们之后 剑勒就表示拓海应该是谈恋爱了 他估计是被女朋友搞懵了 阿树一下就想到了下树 所以他晚上把拓海叫出来询问 这一段对话两个人基本不在一个频道 阿树比较关心进展到什么程度 至于拓海则懒得解释无精打采的原因 另一边 起戒正在训练队员贤太 贤太驾驶的是一辆橙色的S14 起戒是看重贤太的潜力 他经常会单独训练贤太 阿这个贤太作为小谜弟肯定要搞点事情 他无法忍受起戒输给86 他觉得86占了一个主场优势 但按照红日队专杂别人场子的原则 他又不好把拓海叫来这里 因此他只能期望去别的地方比赛 起戒这时有提醒他不用着急 当前最主要的还是和叶之子的交流赛 另一边为了让拓海打起精神 阿树他们决定 带拓海去看一下红日和叶之子的比赛 而在凌晨送货的时候 拓海跟文泰说了对冰山的事情 他一开始感觉对冰山和秋名山完全不一样 但跑完之后又感觉一样 文泰说那是你开车的方式一样 每天送豆腐练出来的本事 在外面能发挥多少就看你自己咯 这句话有引导拓海出去比赛的意思 接着阿树的振作计划开始 他希望拓海能够打起精神对战梁界 而由于不想浪费汽油 阿树建议开拓海的86去妙一山 他们那天到得比较晚 原本梁界和钟李毅正在互相撂狠话 结果一听到86也来观战之后 这两个人内心都很想在86面前表现一下 动画里梁界这场比赛没有来 他很放心地交给企界 这次比赛先比的是上坡赛 负责发令的是手还没好的圣物 所以说安全驾驶很重要 另一边拓海说妙一山跟对冰山有点像 这里他指的是节奏感相似 虽然阿树听不懂 但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出 拓海越来越像一个赛车手了 由于这场比赛也不是很重要了 所以我简单概括一下 起步的时候四驱比二驱会快一点 而FD的优势是转弯比较快 这场比赛的突发情况是突然下雨 注意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是最滑的 因为深入地面的灰尘和油雾会被冲出来 另外由于无法参加比赛 深入这时的心情比较复杂 过去被他当成对手的钟李毅 现在正在为车队而奋斗 他不希望钟李毅会输 回到比赛钟李毅开启了雨刷 起戒则全神贯注无所畏惧 这场比赛在快结束时比较精彩 妙一山上坡的最后一个弯道之后是下坡 起戒在倒数第二个弯道过后 选择了外道冲刺 最后一个弯道 起戒是高速外道飘移 过程中他一直压着GTR半个车头 而终点前的直线 GTR还是没有追上 起戒获得了比赛胜利 这场比赛结合漫画我们讲两个点 一 最后的弯道冲刺 起戒并不是把后轮卡进排水渠 他是后轮开到的路线上去 二 这场比赛的关键是轮胎 虽然动画里两界没有去 但他和漫画一样有给起戒建议 他要起戒把握好轮胎的抓地情况 至于钟离毅又是老问题 高速转向刹车走线 轮胎过了且磨损 抓地力变弱速度就上不去 结束时他还被起戒说 这是技术上的差距 钟离毅被说得有点无地自容 但我觉得这一次还有战术上的差距 另外现场看比赛的拖海行动了 他第一次觉得看别人比赛这么刺激 搞得他现在也想跟别人挑一下 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因为雨下太大 所以下山赛暂时取消 然后贤泰就当场挑战拖海 动画里他又挑动了观众的情绪 不过漫画里是观众们自己不走 贤泰也算是顺势而为 比较意外的是拖海答应了 而更意外的是 阿树在比赛中起而不小的作用 比赛前拖海让阿树上车 且要坐在没有安全带的后座 拖海的表面意思是 这样我等一下就不用回来接你 不过实际目的他自己也讲不清楚 另一边 贤泰对雨天开车十分自信 他之前因为没钱 所以专门在雨天训练 雨中飘移可以减少轮胎的磨损程度 贤泰认为 雨天你是我的好朋友 雨天则表示 此时拖海跟阿树说 雨天怒滑我正常开就好了 随后比赛开始SL4一马当先 由于最前段是上坡 所以86被拉开了点距离 但在那之后86就开始追了 阿树在后座被晃来晃去 其实雨天对拖海来说不算什么 五年来天天送豆腐 人家说 由于这场比赛到一半就结束了 所以拆分一点细节来讲 闲泰的雨天技术是有的 它是以慢速入弯 控制离合器 防止轮胎滑行 出弯时调整好位置再加速 不过对拖海来说太慢了 拖海这时对飘移的控制和平常一样精准 阿树反正是已经快疯了 这里有个细节 拖海在雨天常用的是换挡锁死技法 就是利用降挡时 引擎转速和齿轮比还会配合的时候 所导致的后轮短暂的锁死打滑现象 拖海利用了这个技巧来进行飘移 顺带一提 这个技巧比较适合雨天使用 这样对车的损伤会比较小 没多久 弦泰就在后视镜里看到了86 有一瞬间他以为自己车子出了问题 虽然弦泰很快就调整了心态 但他在几个弯之后就被抄了 弦泰的过弯路线是外内外 而拖海则是外内内 为什么拖海不会飘出去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阿树 86是后驱 阿树又坐在后座 等于一个配重 这样能增强额外的驱动力 另一个原因是 内道的抓地力会比较好 因此当弦泰飘向外侧时 拖海直接轻松操了过去 至于弦泰他再也追不上了 这场比赛过后大家都清楚 打败86跟天气没有任何关系 气氛轰多到这里就只剩两戒了 隔天拖海在加油站打工的时候 夏树有去看了一下拖海 他们这时应该算是男女朋友了 在夏树走了之后 阿树又开始苦恼 好不容易让拖海打起精神 这下他又要为了女生勤募在焉了 于是为了让拖海重新振作 阿树又约他晚上去秋名山 那天半晚的时候 拖海回家洗了86 这个洗车也有单独的BGM 过程中还有个小彩蛋 那就是土屋归室本能给文泰打电话 主要是称赞拖海出名了 顺便告知文泰 你儿子拜拉要跟两戒比赛哦 他还说两戒是群马线第一公路车手 到了晚上阿树给拖海展示车技 确实比之前稳定了不少 但换挡根子的节奏还是不行 不过阿树的主要目的是谈心 他终于知道拖海发呆不是为了女生 而是在思考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虽然阿树这时听不大懂 但他有强调现在应该专注比赛 特别说明下 阿树在这一段剧情的表现 是非常不错的 他除了担心拖海的赛前状态之外 还一直坚信拖海会赢 隔天感觉都不用怎么上班的见恶 搞来了一盒梁界以前比赛录影带 三年前梁界不属于任何车队 大家都叫他赤城的白色灰星 梁界是后来才组成的红日车队 看完比赛录像之后 石谷他们觉得拖海这次应该赢不了 三年前的梁界已经很强了 除了山路还有金卡纳和赛车场 也都是连战连胜甚至刷新纪录 他的不败神话至今未破 据说他以前比赛都只用一半的实力 此刻坚持拖海能赢的基本值得阿树 傍晚夏树和拖海约会他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我和车只能选一个你怎么选 拖海表示这两个不能放一起选 那天的约会氛围还不错 夏树还顶嘱拖海输赢没有关系 但千万不能出事 另一边梁界又拒绝了专业车队的邀请 他从以前开始就对职业赛没有兴趣 比起跑转刷成绩 他更喜欢自由自在的山路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漫画有讲 作为家里的长子 他是需要继承家业成为医生的 晚上文泰修改了车轮系统 他顺便带上鱿鱼去试了一下车 漫画里这段剧情是在交代死亡赛之后 动画是做成鱿鱼之道要和两届比赛 所以文泰特意去调整一下车子 这里动画改得还挺合理的 另外从漫画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得知 原来文泰一开始真的就只是让拓海送豆腐 他后来才发现拓海是有天赋的 因此他才开始车手养成计划 当然这段剧情最精彩的还是文泰的飘移 既然来试车就要飘移下 文泰在飘的过程中 双手离开方向盘点了根烟 U1当时都要下尿了 结果那还不是文泰真正的飘移 这里说明下车的悬吊系统设有一定的夹角 行驶中放开方向盘 前轮会慢慢恢复直线形式 而画面中文泰是在车子飘移入弯 并且行驶到中间的时候才放开方向盘的 这时他靠微操油门就可以出弯 强调一下以上这些只是理论可行 开车时请不要双手同时放开方向盘 我想这么清楚不是要你们去学 另一边梁介也改了车子 他把自己的马力降了下来 同时也调整了车轮系统 梁介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让车子更加平衡 这样会有利于操控 引擎的扭力曲线现在会比较平缓 另外他也不想靠马力取胜 既然拓海用四轮飘移 那他也要用四轮飘移打败拓海 这才是属于飙车手的胜利 接着在试车的时候 梁介发现梁介的出弯速度变快了 额外说明一下 高桥兄弟开的车都是转子发动机 而传统的往复式活塞发动机不一样的是 转子发动机的活塞是三角形的 这个发动机的特点是重量轻性能强 缺点包含了油耗高污染重等问题 隔天终于来到了周六 阿树一如既往的兴奋和为拓海打气 尺骨出发前优衣说他觉得拓海会赢 毕竟他是疯狂文泰的儿子 晚上秋名山的观众越来越多 真子和沙雪友来观战 钟李一合生物也来了 这两个金牌解说的观赛地点 是在下山路的最后一个左弯 一般人都会选择五连发夹弯 只有他们两个精准预判出 这里将会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只不过由于这里观众非常少 靠太近的话别人会觉得他们关系很好 比较意外的是下树友来看比赛 他瞒着拓海自己骑车来到山脚 而比较不意外的是优衣也来了 他时不时还给文泰汇报情况 回到山顶梁介他们先来了 等待过程中梁介和企介对话整理如下 如果有一天梁介在比赛中输了 那他会选择退居二线 以不同的形式参与车队运营 梁介预感迄今为止 将来有可能超过自己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企介另一个他没讲 这里很明显指的是拓海 另外晚上这场比赛梁介并不想输 他现在又回到了孤狼时期 事成的白色彗星的状态 此时86来到了山顶 这场传说与传说的对决终于要开始了 开始前梁介称赞了拓海的驾驶技术 而拓海说他只是比较熟悉秋名山而已 梁介这时觉得拓海很有意思 随后梁介把外套甩给了旗介 这里有点车队交给你 老哥我今天要让一下的意思 接着大家开始进入赛前准备 这场比赛有技术有战术相当精彩 在旗介倒数完毕之后 比赛正式开始 两辆车同时出发 和之前比赛不一样的是 这一次竟然是86领先 其实这是梁介惯用的一个战术 故意让对手先走 等到关键点再进行超车反击 第一个弯道他们两个都是 紧贴忽然的四轮飘移 注意梁介这时有个挑眉的动作 因为他发现拓海又进步了 拓海改掉了反打转向角度大的问题 和有些差异拓海到底发生了什么 说明下这个改进是在交代死亡赛的时候 漫画中梁介并不清楚这场比赛 不过动画里他当时是有趣看的 接着梁介继续跟车紧贴飘移 右翼看到之后又给文泰汇报 文泰则说跑前面的86有点危险 正常来说在后面追会比较有力 后车可以观察线路和节奏 技术好的话还能复制前车动作 反之前车的压力就会变大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怎么甩都甩不掉的对手 是不是会让人觉得他随时可以超过你 或者一个失误就会被别人超过 拓海这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毕竟他很少一开始就跑别人前面 文泰这时虽然有点担心 但他坚信拓海不会输 在又经过了几次飘移之后 现场传来测试消息 按照目前的节奏 86可能会比上次记录还快七八秒 起届听到之后都沉默了 那两个人一定是疯了 今夜的比赛必将成为传说 另外在阿树坚恶开心之余 石谷希望拓海不要出事 只要能平安下山就行 回到比赛 拓海开始怀疑自己的实力 他第一次觉得这场比赛自己会输 虽然他并不想输 但他觉得梁界真的好厉害 而此刻梁界也觉得拓海好厉害 正因为拓海在前面带路 自己才能跑出秋名山的最佳路线 在梁界的公路最速理论中 车手可以分为三级 初级直线快 中级过弯快 高级就是拓海现在这个样子 不过在一顿内心的商业互吹之后 比赛很快就迎来了第一个转折点 拓海因为想尽快甩掉后车 他过弯的时候甚至都擦到了护栏 难得即使这样也甩不掉 接着在五连发夹弯的第一个弯道前 我们看到了梁界踩刹车降速 而拓海则是超速入弯 这是一个失误 结果导致轮胎被牵制无法甩位 如果马力大一点或许还能转 可惜86是没有办法的 梁界就在这时超了过去 虽然这跟他原本的计划不一样 但既然已经领先 就应该趁势拉开距离 此时根据测试计算 梁界可能会比上一次记录快12秒 大家已经笃定拓海赢不了了 此刻阿树依然坚信拓海可以逆转 石谷则希望拓海不要冲动安全第一 回到比赛拓海发现 挑了几个弯距离并没有拉很远 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 梁界自己跑不出秋明山的最佳路线 其次FC轮胎的抓地力变差 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提速了 前半段复制86的跑法 导致轮胎超过了负担 就这样86慢慢追而上来 梁界这时想不懂的是 为什么86的轮胎没有问题 不过他并没有慌张 即使保持现状他还是领先 此时拓海突然想起了一招 那就是排水渠的第二种用法 说明下漫画里并不是在这一场用的 漫画是拓海对青丝的时候才用 动画把这招给提前了 几年前的下雪天拓海跟文泰说 自己发现了可以利用排水渠过弯 文泰听完之后表示 你那种是注重整体速度的跑法 还有一种是重视出弯再加速的跑法 两者入渠的时机是不一样的 你自己再去想一下吧 此刻拓海第一次尝试第二种跑法 其实两者的原理是类似的 都是利用轨道的牵引力对抗离心力 并产生比抓地力更大的向心力过弯 第二种入渠时间比较晚 他要营造一种出弯时能甩出去的趋势 靠着这一点拓海追上了两界 没多久他们终于来到了 金牌解说组合指定地点 这也是最后一个弯道了 FC0先在前86紧紧咬住 此刻拓海竟然选择外道出击 毕竟两界根本不会让出内道 紧接着两辆车以同样的速度飘移入弯 内道车的优势体现出来了 但是由于轮胎的关系 FC开始飘向外道 而就在这个时刻 86直接杀入内道 两辆车的路线交叉了 这一招被称为X攻击法 就这样拓海反败为胜 两界也松开了油门 当86胜利的消息传到山顶时 动画和漫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 动画里速度之星十分开心 而在漫画里 周遭的氛围是比较沉闷的 大家都不敢相信 两界竟然输了 在这种氛围之下 速度之星也不知该不该庆祝 文泰收到消息之后是很开心的 另一边拓海这次没有直接回家睡觉 他特意停车下来问两界 为什么比赛时要等他追上来 拓海觉得自己在技术上比不过两界 而两界则说 他是因为轮胎出了问题 但两边面对的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这并不是输掉的借口 两界大方承认自己输了 他还跟拓海说 你很快我欣赏你 但不要只满足于秋名山 最后讲一下两界轮胎的原因 根据第二本公示书的说明 FC的车重比86重了两成 同时轮胎宽度也比86宽了两成 因此在前半段跟车扣币的时候 FC的轮胎磨损肯定比86要大 至少两成以上 所以FC的轮胎肯定会先不行 好到此投文字帝第一季解说完毕 不过这对拖海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 我是全叔 我们下期再见